那么从今天的宜人节啊 这个4月1号的A股的表现来讲的 总体呢还是表现的比较活跃 特别是呢国内的机构和主力主动冲击 那使得呢基金的重仓股呢 在今天是接近满堂红 基本上呢都是一个活跃上工 这么一个走势 而这个活跃上工呢 就是了前段时间以来 基金重仓股的杀跌 抵抗谋求反弹 得到了进一步呢有效的一个延续 也就是说呢基金重仓股 在最近两周左右的时间 是慢慢的起稳 慢慢的在转强 慢慢的回到了这个A股的舞台的中心 逐渐的吸引到大家的一个关注 这是市场正在发生的一个变化 那么今天呢因为北向的资金 没有参与市场 所以呢更加呢是由国内的资金 来完成了这个表演 所以也算是机会难得 另外呢今天呢是4月1号 是新的一月的一个开始 也算是打一个基调 所以今天市场的走势呢 还是很有看头 气氛呢有所不同 那么从早上的这个走势上面来讲 指数的表现呢其实还算是比较的反复 先是高开 然后呢有个震荡整理 随后呢有一波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攻 随后呢就是有一点这个上攻欲阻 或者说不愿意呢进一步太大的一个拓展 这个向上的一个空间 有个回压的一个动作 但这个回压的动作呢 也很大的可能 是因为市场的参与的宽度呢是不够的 我们看到到五间收盘的时候呢 指数上涨 但是呢涨跌个股的比例 这个还是涨少跌多 这个昨天我也特别强调 说现在这个市场有可能又回到年初那个格局 就是基金的重仓股 核心资产呢占据五台中心 但是呢资金的成交呢并不活跃 所以呢很多个股呢会出现变化 短期题材炒作的品种呢尤其要小心 尤其要小心 那么今天呢这种市场的这个格局呢 还要比较清楚的 基金重仓股普遍上涨 我们看这个市场的最关注的活跃的个股 跟基金相关的基本上都是涨的 半导体啊 医美啊 还有呢像新能源啊 这些呢都是上涨的 那么在指标股当中呢 大概也就只有朝寒和万科 小幅下跌 这是在指标股方面 在基金重仓股上面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上空 那么从板块当中呢 调整比较突出的 那主要呢还是碳中和相关 就是环保股这一部分 再加上呢 昨天活跃的像水雾啊等等这样一些出现一个调整走势 这个呢很明显是题材股出现了一个调整 这也跟我们昨天的分析呢是一致的 这是一致的 那么从整个市场呢 这个市场情绪来看呢 上午 因为有指标股的这种上空啊 尽管说是涨少跌多 在个股上面啊 但是呢重心的被拉起来啊 这个抱团的品种呢 表现出了比较稳定的一个向上的一个状态 所以市场情绪呢实际上是改善的 但是改善最突出呢还是呼声300 呼声300呢是表现最好的 实际上情绪分呢可以达到6.1分 这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分数 权A呢大概就5.3分要差一点 那创业板呢是5.7分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 也是呼声300表现的最强一点 那就是这个市场的一个氛围 反弹呢还是能够让大家呢 感受到温暖 那么从成交量来看呢 两师啊显然是缩量了 那上午呢两师的合计成交呢 只有这个4000亿 那么按这个成交量来看呢 今天下午合在一起啊 估计6500亿都不一定能够达到 那么如果说6500亿呢都达不到的话呢 就非常有可能创下年内的体量 所以今天呢极有可能是一个缩量的上涨走势 指标股呢走得比较活跃 基金重摊股呢走得比较强 当然少了北向资金的参与 所以整个市场的成交水平是下台阶的 是下台阶的 再加上呢很多个股呢是逆势呢出现调整 所以呢它也有个正常的一个缩量 所以今天呢极有可能是一个地量水平的一个成交 但是呢从指数的结构来看呢是进一步呢又起稳的这个动作 从抱团股的表现来讲呢是逐渐的回稳走强 占据舞台的中性 从基金呢这个这个静止表现 我觉得应该是回稳 应该是回稳了 所以呢基民呢在这个阶段呢还是可以耐心持有基金 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呢持有基金应该好过 自己呢在市场上面呢乱折腾 这个现在的市场呢还是乱折腾的有机会 但是陷阱也特别的多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 那么从A股呢今天走强的跟外卫市场 也走得比较稳健 有一定的关系 昨天呢我们看这个拜登公布了他的经济刺激计划 那美股的走势呢是盘中多数时间都是比较稳定的向上 在尾盘的时候呢稍有小福的跳水 那么跳水之后呢倒子转为下跌 倒子转为下跌 但是呢纳子和标普500呢都是上当走势 那标普500呢在盘中呢还创出了历史警告 所以从美股的走势来讲是比较稳定的 整个基调上面呢还是 这个拜登呢还是会不定不断的这个画饼 刺激了这个市场 所以今天呢 A股的走强 是跟外卫市场的回稳有一定的关系 没有北向的资金参与 但是呢港股呢走势呢也比较稳健 出现了进一步的一个反弹走势 新经济股啊这个明显起稳 那新新新新经济股的起稳呢对港股呢是有特别意义的 因为这一次啊韩国人爆仓的毕竟是中概股对港股的冲击呢更大一点 所以呢如果说能够起稳 那么整个市场呢就算是有效的啊在消化呢 这一次啊史上的最大的个人投资词啊 这个炒作爆仓的一个重启 算是在消化当中啊 这是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那从今天来看呢就是机构和主力呢积极作多啊 这个炒作呢其实也比较成功 有些市场的抛压呢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呢就是散户大户 在这种行情里头呢还是会觉得郁闷 那因为跌楼脏少 因为题材炒作降温啊 还有呢就加上呢刺青股 出现了继续的一个下跌啊 今天的跌务榜前列里头 前五啊前五四个呢是带C的啊 也就是注册注册字的这个创业版的新股啊 还有一个跌第一的是客创版的新股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新股还是要小心一点 确实呢它是规律性的啊 呈现出呢这个杀跌的一个状况 而且极其凶陷 所以参与的话呢得不偿失啊 这是到目前来讲 我觉得应该是很清楚的 我们只是反复强调 因为没有必要呢去冒这个风险 所以呢总体来看呢 就是牛年开始的这轮杀跌啊 我觉得呢还是比较快的啊 就是杀到我也就是以一个快速的方式 大概用五周的时间连续下杀啊 这样呢就杀到一个阶段性的 有支撑的一个区域啊 也就是说3300点这一代啊 是没有达到3300点 就3320点这一代形成了一个支撑 然后呢出现轮动的啊 一个筑底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重要的个股呢 其实是节奏呢是有所区别 但是总的基调呢 还是逐渐的见底回升 那么从杂到底部啊 在反弹上来 好一点的品种呢 反弹幅度呢 在15%到20%之间啊 差一点的呢 可能还在探底啊 还没有完全气稳啊 这就是节奏上面的不同 那么正常的情况之下呢 都行政低点 转为横向整理 这是呢 基金重创的这部分个股 那么未来呢 可能还会进一步分化 但是呢 在整体像牛年开局 那么下事啊 我觉得不太可能了 这个过程呢 已经结束 应该是会转住呢 分化 然后呢 会有一部分个股呢 会走强 因为从基金的态度来讲呢 我看他们也基本上是 秉峰作案的还是多 还是多 就是说 这个 这个主动的做 这种认怂的 不多 不多 我觉得看了一下呢 这个代表性的一些基金经理 基本上呢 都是顶峰作啊 就砸下来了 我再卷土重来 再继续呢 这个在这里头呢 折腾 对吧 那认雄的 认怂呢 一般都是逻辑的存在影响 第二一个呢 是操作真的是完毕 就顺势的出国减仓 就这个呢 是比较凶险的 一旦呢 是逻辑的出现 再硬伤 然后呢 再被杀跌出去 那基本上呢 就是要有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被变化 那当然呢 也就被踢出呢 基金中仓股的这个行列 也就不属于基金的中仓股 属于基金炒作之后的受伤概念股 这个是有分别的 那至于说呢 抱团的那些品种 能够不能够吵起来 这个要看市场环境 也要看呢 这个资金介入的实力 但总体而言呢 我觉得多数的品种会被保留 多数的品种会被保留 那会不会被保留呢 一个是看它阶段性的走势 另外一个呢 还是可以看它的基本面 比如说看年报 一级报 看它的这个股东过程 和它的业务发展情况 我觉得这个还是会找到比较明显的这个线索 我觉得这是可以找的 所以呢 短期来讲呢 我觉得市场的整个调整的过程呢 是相当符合我们的预期 就是通过五周左右的几点 然后呢 砸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低点区域 然后逐渐的见底 第二一个呢 就是未来呢 这个参与市场的焦点 或者重要的作战方向 还是呢 需要在机构 这个深度介入的品种当中呢 去把握这个机会 我觉得还是要利用这种信息的这个时间差 但是呢 又是有效的信息 就是你可能会慢一点 但是慢一点没关系啊 信息呢 要准确啊 对吧 可验证啊 这样的话呢 就有了介入的这个条件 所以呢 我个人的判断呢 就是这轮走势走到现在这个阶段呢 就基本上稳住了 就基本上稳住了 我们前期所强调的 两千 两千八三千就胡扯 三千二呢 是极端弱势 才会在短期里头被考验到 现在来看呢 可能性都不太大 就是三千三百二十年 这一代稳住 然后呢 形成一个反弹的一个格局 但是呢 A股呢 未来依然是凶险的 因为不太可能出现 资金呢 全面的推动 也不太可能的出现 全面的上涨 就所谓的全面流逝 这些呢 都不太可能 所以呢 它一定是一个结构性的 一定是 这个 要选对 选对的这个品种 但是呢 它又是可操作的 这就是目前的 A股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还行 还行 对的 对的